新闻大白话年终破关 解任务 任务一 订阅新闻大白话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任务二 小额月费加入新闻大白话的会员 用行动来支持优质节目 让我们一起监督政府 对我们一般的小老百姓来说 日常生活中的物价 各方面其实是我们最关心的 可是如果当政府 当我们的央行总裁告诉你说 诶 物籍必反 虽然房价上涨 可是没有一样东西会一直涨 有一天它会掉下来 你有这样的感觉吗 他讲这个话 那我要讲什么 不是 我无话可说 因为讲干话 当官的人讲干话 我们能够讲什么 你自己不是也有买房子 房价永远在标 物价永远在标 从来没有下来过 不会有人下来过的 我跟你讲 你去问任何一个厂商 他只会涨价 不会降价的 你去问任何一个 他们每次涨价到底有理由 不能说我就爽涨 怎么样 你不爽来不要来 不行这样讲 他们每次涨价的理由都是 因为原物料上涨 人力上涨 原物料下降的时候 他们永远不会提的 反正就是永远都涨 所以他讲这个干话 我没办法回应 我来讲前面那个 前面那个一个中国好了 这我蛮有兴趣的 因为主要就是 因为中美就是三公报 大家都知道 反正他对于中国那边就是三公报 对于台湾就是台湾关系法一些话 其实说老子要重谈 重点来了 重点是他们也是支持一个中国的 可是他们也讲 美国也有讲他们那个中国 不一定是 因为对岸是说那个中国 就是中华民共和国 美国有讲他支持一个中国中的 One China policy 他没有讲说那个中国是哪个中国 说不定是我们这边的 所以你觉得这个中国有可能是台湾 中华民国 他一直以来的讲法就这样子 因为他跟台湾关系法 跟从中美断交开始 台湾关系法还是 就一直以来在台湾关系法 后面他就有保持这个 其实他一直有保持这个 就是中华民国的全国民 所以他的One China 不一定是中华民共和国 OK 其实我是觉得这样子 因为美国一直以来的老调都这样子 不然的话 假如美国支持台独的话 假设 阿扁人的时候那时候就独了 你看阿扁一开始也是很狂 要改什么改什么 后来都说回去了 美国不支持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台湾是绝对没有 台湾绝对是中美两大脚底下的 一个小国 绝对要听从大国之间的 讲那点就是协商 协调 所以其实没有我们 自己的什么余地 好 我来讲一下那个莱猪 我再强调一次 因为我这里已经讲了好几次 讲了300次了 反莱猪不等于反美猪 OK 因为美猪2005年就进来了 莱猪是2021年的1月1号才进来 我讲了好几次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 民进党的人疯狂跳针 民进党就这样讲 莱猪就美与美猪 OK... 然后我再跟大家讲一次 莱猪假如说 可以像马英九十习亚 那时候有换到美国免签 或者是换到一些东西 其实莱猪我们也不是不行 重点是你不能一次退到底 你不能说内脏也要 然后美牛30个月以上也要 你一次退到底 什么都没换到 CPTPP跟空气没两样 我的意思就是说 现代莱猪这个东西 我那个公筒是支持反莱猪 为什么 看看你蔡英文多压霸 8月的时候忘记了 反正就是忽然间某天就想说 我们要开放了 忽然间 突袭 我还记得 马英九那个时候送交立院审查 那时候民间协调会 你们民进党吵吵闹闹的 现在你蔡英文用突袭的方式 他连让你吵闹的机会都没有 我们是反对这个四个公投里面 因为那个和氏跟那个藻礁 是有一些相关性的 这两个东西大家自己去判断 虽然说我两个都会投不同意 不过大家可以自己判断 可是反莱猪跟公同把纳雪 大家一定要支持 反莱猪我们反的就是 你蔡英文 压霸 独断 独行 再加上你的双标 我再强调一次 反莱猪不得以反美猪 就那么简单 是 这个是他把他投票的意向 已经讲出来 我们要最后请问猪大 非凡 我不知道你对他有没有感觉 过去太阳花战神 现在你觉得他崩坏了吗 每个月零九万 能够不崩坏的很少 所以我们也只能这样讲 原来当时告诉我 要推动真的民主 要终止ECFA所讲的话 九万块就可以收买 所以马英九就是一个笨蛋 你同样给林非凡九万块 他就说马英九好棒棒 我们应该要跟对岸继续合作 我的意思是 身为一个少年家 好歹有一点理想 他30岁以上了 不是 那是因为党一路陪着他 送他到国外结婚的时候 有一堆人去参加 那到现在讲什么 这是蔡同同昨天 最令我感动的一段话 这种恶心东西需要你写吗 你找几个十几岁的小编就好 四个不同意 美国不生气 难道蔡政府夜里只有美国 没有人民吗 你看看这一些东西 很多人看了其实蛮生气的 真的 你看 现在已经讲到什么 如果你不吃萊豬的话 你就是渣男 结果我好多朋友看到这句话 抢着说 你便宜了 对 我要当渣男 现在当渣男的门槛 这么简单 不吃萊豬就是渣男 我觉得真的是不要做到这样 就是说你要为了要挺一个萊豬 你要做到就是指控别人是渣男 然后你要讲说 美国人一定会生气 但你有考虑过农民吗 你有考虑过一般老板姓吗 你没有 你完全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现在民进党 在铺天盖地的 去做这种座谈会 然后跟梗涂 当然他某种程度是有效果 可是当你这种言论 你讲得越来越多 越来越激进的时候 很多中间选民 他是有可能被吓跑的 就像当时BNT 他们也是极力去抹黑BNT